新闻的新闻 本集完 OK各位,欢迎回到今晚吃什么 你们可能会问啊,中午三个星期有没有更新影片啊 其实原因很简单啊 我家里就突然间没有水来 这个没有水来也是影响到了很多的地方 我没有记错的话,是一个星期里面有两轮已经是没有水来了 所以我也很无奈 这样我回到今天的主题 今天呢,晚上我要煮的是炒饭 等下了,不能讲炒饭,我们讲到高级一点 我们要讲 下刃蛋炒饭 啊,这样是高级一点听起来 炒饭跟下刃蛋炒饭 不一样的 这个下刃蛋炒饭的过程也是很简单啦 只是必须注意 火候啊,必须一直翻炒 然后翻却保他下面不会 呃 黏过啊,会烧焦啊,这样子 这样我们现在立马开始 下刃蛋炒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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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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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没有炒干它 可能它是处在我 立刻包完饭 然后就立刻拿起来 直接拿去 铲和蛋 然后直接拿去炒 所以那个饭其实 又湿又干 我会去多一点做research 这样我失败的风险会降低一点 这样一期的今晚吃什么 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按赞 订阅还有订阅 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